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 尤其是在饮食方面特别注重 人们会吃一些肉类食物 肉类营养价值高 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具有养生的价值 但是经常食用可能会增加身体负担 导致肥胖 增加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大部分人会选择放弃肉食 然后吃鱼肉 鱼肉新鲜嫩 营养价值高 热量比较低 昌吃对身体有益 吃鱼有什么好处呢 保护心脏 鱼肉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脂肪的神迹 预防心脏疾病 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 保护视力 鱼肉中含有蛋白质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尤其是叶酸成分 可以有效保护视力 预防视网膜受到紫外线的伤害 预防视网膜病变 提高智力 鱼肉中的脂肪酸和卵磷脂成分 可增强脑部细胞活力 提高记忆力以及反应能力 非常适合发育期间的青少年使用 保护皮肤 鱼肉营养价值高 富含蛋白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具有极强的抗氧化性 可以保养皮肤 防止肌肤氧化 延缓女性衰老速度 促进发育 鱼肉中的脂肪酸可促进孩子的正常发育 特别适合怀孕期间的女性适用 再三告诫 这种鱼已被列为一级致癌物 劝你再喜欢也别吃 鲜鱼是用盐腌制并晒前后的鱼肉 鲜鱼是自古代已出现的鱼类腌制食物 因为在20世纪以前 冰箱等低温保鲜技术还未普及 肉类在肠温下容易腐坏 所以渔民便利用盐 把鱼获腌制成咸鱼 以便长期保存食物 咸鱼是腌制食物 当中含有的亚硝案 被认为是致癌物质 可引发癌症 有研究指出 长期食用咸鱼 是导致鼻咽癌的主要原因 鼻咽癌又有广东癌之称 好发于中国东南沿海及台湾等地 咸鱼于2012年首次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入对人类未确定致癌物的一级致癌物 除了咸鱼 这三种鱼也建议管住嘴 大的深海鱼虽然吃起来美味 但由于体型过大 其中重金属含量或者毒素堆积过多 很容易出现中毒的情况 食用之后影响个人健康 所以在购买鱼肉时 尽量不要买体型过大的深海鱼 在吃鱼时一定不要购买已经死掉的鱼 鱼肉在死掉了之后 内部可能会产生细菌的 经常食用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增加患病几率 不要为了贪图便宜危害身体健康 生鱼片没有经过任何的烹饪措施 营养价值比较高 但是其中的细菌也被保留住了 尤其是一些寄生虫进入到体内 会损伤肝脏 诱发多种疾病 为了个人健康 请选择有幸运的商家购买 春天 这三种淡水鱼可能更合适我们吃 草鱼是一种肉多刺少的鱼类 草鱼适合做鱼汤 而且味道鲜美 所以在春天来临之际 可以常吃草鱼 是个不错的选择 鲁鱼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A B族维生素 钙 铭 锡 锡等营养元素 春天来临之际 万物复苏的季节 正是保养身体的最佳阶段 所以 鲁鱼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鲤鱼中含有蛋白质 脂肪 不饱和脂肪酸 胆固醇 甲元素 磷元素 钣元素 钙元素 锡元素 铁元素 锡元素 铁元素 维生素A 维生素B 烟酸 维生素E等营养成分 易消化 适合儿童 老人集体弱 脾胃消化功能不佳的人使用 能增强集体免疫力 使人身体强健 铁元素 铁元素